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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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 這個是我們上一次做失敗的code 這樣子 我們疊了一些 我們要做手寫數字辨識 那我們疊的network 它的hidden layer的size就是689 然後用sigmoid function 然後我本來有疊十層 疊十層其實也不work 它就把它註解掉 好,那用的loss function 是nse 然後用了sgd 等等等等 好,那結果是差的 怎麼辦 你自己在train network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多個networktrain下去 結果是差的 這時候你就會去問老師說該怎麼辦 每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個會問你的就是 你在training set上得到多少的performance 你可能會說 怎麼不是問testing set上得到多少performance 而是問training set上得到多少performance 因為如果你有看錄影的話 你會知道說呢 今天deep learning在training的時候 你其實非常容易train壞掉 它跟其他方法不一樣 它跟svm不一樣 svm是解一個convac optimization problem 所以你每次找的時候 它都可以找到一個optimal的solution 也就是當你用svm的時候 svm會竭盡全力給你 它可以得到最好的結果 但deep learning不是這樣的方法 它雖然很powerful 但它其實就跟噴火龍一樣 你不見得能夠叫得動它 所以你需要看一下你的training set 來看看說你到底有沒有把它的能力做起來 那你可能會想說 它在training set上performance好 可能只是overfitting 沒錯它可能只是overfitting 但是如果你在training set上overfitting都做不到 你更遑論去做 在testing set上能夠舉一反三 所以我們先讓它至少 在training set上得到好的結果 在training set上得到好的結果 有可能可以舉一反三到testing set上 也有可能overfitting 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在training set上都沒有好的結果 那你在testing set上可以得到好的結果的機會 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如果你在testing set上結果不好 你應該先看看你的training set結果是怎麼樣 然後才看說現在是不是overfitting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在training set上的結果吧 其實Keras在訓練的過程中 就已經會告訴你它在training set上得到performance 不過我們今天特別再把training set的結果 再print出來 好我們來print一下training set的結果 只要把xtest改成xtrend y改成ytrend就好 好 那我們實際上來跑一下 其實在training的過程中 Keras就會告訴你說 它現在算出來的accuracy是多少 在每一個epad後面 它都會告訴你說 在這個epad結束的時候它算出來的accuracy是多少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看這個實驗結果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我這邊忘了把test改成trend 不過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好 上面這個accuracy是training set上的accuracy 下面這個accuracy是testing set上的accuracy 如果你只有看test上的accuracy 你並不知道你現在是不是overfitting 有人看到test上的accuracy 就會說 看test上的accuracy 看performance很差 覺得胡亂 得到一個結論說 所以deep learning很容易 overfitting 所以deep learning很work 但其實不是這樣 今天在這個test裡面 如果我們看training set的accuracy的話 你會發現training set的accuracy也是差的 這告訴我們什麼 這告訴我們內容在trend的時候 它就沒trend好 它可能卡在一個local minimum 它可能卡在一個很差的settle point 總之 它的training set上performance就沒做好 所以這個時候 你遇到的問題並不是overfitting 而是training沒有trend好 你要想個辦法 先在training set上得到比較好的performance 我應該把這個test改成trend 好,那這邊到底少了什麼東西呢? 其實這邊少的是loss function 射的不對 其實我們已經有跟大家解釋過說 其實用min squared error在分類的問題 你其實不會得到好的結果 我們在講logist regression的時候 已經講過這件事了 我們現在實際來示範一下 我們就只是單純地把min squared error 換成cross entropy 在categorical的cross entropy 就是cross 從min squared error 換成cross entropy 這個你可能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 paper也不會跟你emphasize 這件事 但是我們看看它有什麼樣的差別 你看我們剛才是做不起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當我們換成cross entropy以後 在training set上的accuracy就起飛了 現在training set你就得到87%的正確率 對 這其實只是巧合 我沒有辦法特別設計出這個結果 好,tension要得到85%的正確率 所以現在就比較有train起來了 我們先試一下batch size會對結果造成的影響 我們現在你看到我們batch size 設100 好,那我們現在呢 把batch size改成1萬 好,把batch size改成1萬 好,再跑跑看 剛才我們可以得到training set上87% testing set上85%的正確率 好,你看batch size設1萬 跑超快,因為你是用GPU平行運算 所以在GPU可以平行運算的能力 它可以承受的前提之下 你batch size開越大其實跑得越快 但是batch size一開大 performance 開太大的時候 performance就壞掉了 那至於為什麼我們上課有解釋過了 所以發現說 一樣的network架構 batch size一開大結果就壞掉了 那我們試著把batch size弄小一點 剛才是從100改到1萬 現在改回1 現在改成1 那改成1你會發現什麼樣呢 今天如果batch size只有1的時候 GPU就沒有辦法發揮它平行運算的效能 所以發現說 變得很慢這樣子 變得很慢 所以有人他不知道說 其實GPU的GPU 你要能夠用GPU加速 前提是 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必須要batch開大一點 GPU才能夠真的加速 如果你今天batch size設1 也就做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GPU呢 可以對你帶來的幫助 其實就不會很大 所以你看現在 跑變得非常非常慢 每一個APP要20秒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會有戲去看我把它跑完 所以我們就把它停一下 所以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就應該要用DET了吧 再加10層 現在改成用10層 我們看一下 Testing and Accuracy 你現在看一下 Testing and Accuracy 你看一下Testing and Accuracy 你會發現說 沒做起來 卡住了 卡住了 那我們在那個 錄影裡面有解釋說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疑個10層的時候 會有grade and manage的問題 所以卡住了 所以 你看Testing Set的Performance 大概是11%的正確率 那如果你沒有 Testing Deep Line的概念 你可能會得到 你可能會說 所以10層Overfitting Performance 怎麼差 但是如果仔細看一下Testing Set 它的Performance 其實也是差的 所以這個不是Overfitting 這個是沒trend起來 好 那怎麼辦 好 那現在要怎麼辦呢 我們來改一下 Activation Function 我們把 SigMoy都改成IOU 好 SigMoy現在都改成IOU 再training一次 發現說 現在training的這個 Accuracy呢 它就 爬起來了 就爬起來了 現在已經跑到98、99這樣 好 你會發現說 現在training的 Accuracy已經將近100%的Testing 可以得到95.6%的正確率 這樣子 好 那 呃 這邊啊 這邊啊 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也許可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現在我們的image啊 是 它是有Normalize的 所以有Normalize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Pixel 我們用一個0到1之間的值來表示它 1代表最黑 這個0呢 代表沒有塗黑 那其實你剛拿到一個image的時候 通常我們是用這個灰階來表示它的 也就是每一個Pixel它的值 是用0到255來表示它 所以我這邊特別除上255 做Normalize這件事 如果今天我們把255拿掉 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會發現說 你又做不起來了 這樣子 所以這種小小的地方 只是有沒有做Normalization的地方 其實對你的結果會有關鍵的影響 而這些事情是很多人都忽略 因為現在我知道說 因為AI非常的吵 現在多數人的心力都集中在 AI會不會統治世界這件事情上面 或講一些奇奇怪怪 奇奇怪怪不符合實際的話 那這個東西 像這種小小的Normalization 聽起來一點都不吵 不會統治世界的東西 但是對結果其實有非常大的影響 好 我們把它改回去 再改回去 好 那 接下來 我想示範的一個東西是 我們把 這個 時程鑄結起來 然後呢 我們 再 跑一次 那你會發現說呢 今天 好 在Training的時候啊 好 這個跑得很快 我們可以讓它跑完 好 好 好 那今天在Training的時候 大概在第一個APOC的時候 得到77%的正確率 在第二個APOC的時候得到90%的正確率 那我們現在換一下 Training的這個 Gradient Descent的Strategy 把它從SGD呢 改成Aden 我們上課有講過Aden 改成Aden 好然後再跑一次 你會發現說呢 你會發現說呢 當我們用Aden的時候 它可能最後收斂的地方差不多 但是你會發現它上升的速度 是變快的 我們剛才呢 我們剛才呢 在 呃 第一個APOC 在還沒有Aden的時候 第一個APOC呢 它的正確率是7開頭 如果現在 有加上了 呃 呃 用Aden的話呢 在第一個APOC它的正確率呢 就有85% 第二個APOC 就有90% 但今天在這個Task 因為一個APOC跑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可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是如果今天一個APOC要跑一天 你就會 呃 覺得說有Aden還真是好這樣子 我在Testing Set上呢 故意加上了Noise Testing Set沒有Noise Testing Set的每一個Image 故意給它加上 每一個Pixel都故意給它加上Random的Noise 然後我們實際來操作一下看看 結果會掉多少 好 我們本來在Testing Set上 可以得到96%的正確率 但現在Trending和Testing呢 是不Match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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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一做下去 結果就爛掉 結果爛掉 現在Testing 只有不到50%的正確率 好 那怎麼辦呢 我們來試一下 Drawball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的結果 好 我們來加一下Drawball 怎麼加Drawball呢 你就打 Model Drawball Add Drawball Drawball 然後你要設一個Drawball rate Drawball rate其實是你自己設的啦 它就是像是Network的Hidden Layer Size一樣 你要設多少是你自己決定的啦 常見的是設0.5 不過 因為今天 今天在這個Test裡面 Training跟Testing 非常的Mismatch 所以我覺得Drawball rate可以設大一點 比如說我設0.7 試試看 好 每一個Drawball呢 就是加在每一個Hidden Layer後面 那這邊有一件事情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說 今天當你加了Drawball以後 其實Training上的Performance是會變差的 OK 這個很合理嘛 因為加Drawball就是去綁住Network的手腳 所以Training的時候它的Performance會變差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Performance不好 是來自於在Training Set上Performance不好 你不要再加Drawball 你只會越弄越差而已 是你今天在Training上已經跑得太好 它Overfitting 你才加上Drawball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其實剛才啊 我們的正確率都可以做到100%的正確率這樣 看到沒有100%的正確率 這個才是真正的Overfitting這樣子 好 所以 我們現在加了Drawball以後 應該就跑不到100%的正確率 你看看剛才在Training的時候 在最後幾個Apple的正確率都已經是100%了 現在加上Drawball 你就會發現說 Network就Train不到那個Performance了 在Training的時候就等於是綁住Network的手腳 你會發現說它現在就有點被卡住了 它在Training的時候 它的正確率現在在94、95中間徘徊 那今天在這個TestingTrainingData的時候呢 其實就不會加上Drawball啦 所以你會發現說 在Testing的時候 在用TrainingDataTesting的時候 它的Performance是遠比Training的時候 所呈現的Performance要好得多 那有加Drawball的時候 Network的Performance Network在Train的時候會綁住手腳 所以它的Performance差一點 但你會發現說在Testing的時候 剛才呢 正確率連50%都不到 但是加了Drawball以後 現在就有60%的正確率了 好,那這邊就是實際示範一下 這個Keras 如果我們把上課教的總總TIP 真的拿來實作在ANNIST上面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講的 那你可以自己回去試試看 或在作業3的時候 試試看不同的TIP 對Network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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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